維他奶為何被環保團體轟它呢 就是運一個瓶洗一個瓶也很麻煩 所以拿回去拿玻璃瓶弄它做環保磚 那做環保磚也好 起碼還有剩餘的生命價值 剛才說到建築廢料怎麼處理呢 進去的機器就像八爪魚一樣 這邊就是入料 入料之後有些機械式的方法把它硬碎 然後分成不同大小形狀的東西 現在這些拆建廢料運到這裡 為何環保署這麼好人呢 因為它不收你 其實它公司在這裡運作 就要將這些再用的建築材料 運回大陸起床 也包括很多公司拿走了的金屬 譬如鋼材、鐵資等等 所以這個方法已經用了很久了 就是在澳洲聯區 叫做新界東南的區隔離 有這些設施 你會看到很多這些廢料 其實噸數一直這樣攀升 但在public field transfer to projects for direct reuse 你會看到這些點點是多了 這個密點 就是這個密點 沒有什麼點 就是少一點點 public field receive public field reception 也有很多是拿到回收的處理去用的 這個方法似乎很接受 大概有一定實施 145元一噸的建築廢料 這個價錢10年是沒有加過的 香港的建築廢料 剛剛說到的就是 在這裡 大概是佔四分之一左右 但是大部分的廢料 是深水清合的朋友 這個就是總數了 domestic 就是這裡 佔45分 2012年到2015年 就由13000噸每日升到15000噸每日 但是你看到成份是越來越少 domestic 其實只有6000多噸 沒有什麼大的增加 增加在哪裏呢 原來在commercial commercial 那裏就是 你看到廢料 你也看到增加了1000噸 是不少的 可能因為市區的重建 市區的重建 唯一最不好的就是這裡 當然你說 填海也不好而已 是不是 所以這個也可以接受 但是你會看到 原來commercial waste 3000噸 2992噸 就已經升到4300噸 兩年而已 1 2 1 3 14154年 幾年之間已經升了多少 升了三成 commercial 300多噸 一直升到1000噸 那條數就是計算不清楚 升了三倍 而這堆東西當中 很多是food waste 如果是domestic的food 其實大家是吃多了媽媽的湯 大家都很乖 吃完湯渣 2,700噸 幾年前都已經跌到2,500噸 這個變化不大了 大家去商場吃東西的好習慣 都可以想一下怎樣去做好 但是我不會覺得只是商場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commercial food waste 在茶樓或者食肆上造成一個問題 我們市政的肺料是減低的 但是這些就增加了 food waste 你見的percentage 從3成已經增加到4成 所以food waste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去了哪裡 他就去了Langville 現在沒有方法 又沒得燒 就去了Langville 廚餘是一個問題 政府已經引入了小蠔灣 一個叫做廚餘處理廠 但是那個廚餘處理廠 只是處理大型廚房而已 為什麼要在小蠔灣呢 因為旁邊是機場 機場是很多的大型廚房之一 包括他們會供應給所有的飯盒 給全港的中小學 聽不懂得明白 不是你家裡那些 那大家家裡那些怎麼搞呢 我們都問要怎麼搞 那這4成的如果可以搞到一些 我有個學生 我們出一篇paper計劃的數 如果要建小蠔灣那樣的廚餘處理廠 今年好像開張了 我還沒去參觀 應該今年有參觀 全港要建大概十幾二十間 每一區要有一間 才能處理這個家居 這個方法值不值得做呢 我有個學生有賣廚餘機 現在他有四種廚餘機 一種就是把它變堆肥 大家覺得難堆肥怎麼辦呢 你是不是要用來種東西呢 又未必可以 有一種就是把它焗乾 變成菜乾 有一種就是把它沖走了 把它放進升盤的下面 然後處理它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在這裏 我做社監的時候 在二宿的高座四樓 放了一個廚餘機 那個就有些膠粒地倒進去 那個不好處就是不可以倒雞翼骨 又不可以倒蛋殼 其他的呢 大家剩下很多的披薩 那些麵 都在那裏攪了它 那個方法呢 就用水沖走 它進去污水廠 是沒有東西送去這裏區的 起碼三四種方法去做 政府就有一個叫做理念 既然說到一點多公斤每日 每日 希望2022年減到0.8 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我有個建議給大家 回去宿舍的時候 大家可以拿著垃圾桶 然後請請它 你究竟一個月或者每日 你會扔多少垃圾 如果你不是住宿舍 在家裡自己又算一算 你自己人均的垃圾量是多少呢 就是看看你自己有多少垃圾了 希望2022年 就是剛才計算的數 原本是希望七成回收的 原來搞來搞去只有五成 新的目標是什麼呢 百分之五十五 很明顯我們需要一些新的思維 要進入一個 一個我們叫做系統的分析 環保署建立了這些系統 時至今日很多的大型商場門口 都有這些回收計劃 收電池 收電路等等 到今天就有些新的發展 因為2011年的廢料當中 剛才我們講過廚餘的問題 要用廚餘機或者廚餘中心的處理 我們要回收的有紙 也有塑料 應該可以做到的 唯一難搞就是這一堆事情 怎樣去針對性去做呢 大概八年前左右 政府提出了 所以才有剛才講過的規劃去做 最終政府還是一邊談一邊做 幾年前開始想一個構思 就叫做六在區區 每一區呢 全國有十八區 都希望有一個地方 專門做好這些回收 那麼我今早進去這個網站 看看六在區區 十八區都七區而已 大家將會去的那個就是 六在沙田 由基督教奧根林共和中心處理的 六在區區最大的不好處呢 就是 不是政府運作 他自己說呢 他自己說 全世界的 搞環保的 都是由一些團體去協辦的 譬如台灣 都有很多的那些叫做裁人法團 就是所謂NGO 去處理的 可以希望呢 輔助到這個 就是 回收的 因為這些材料其實應該是有價值的 團體是可以回收到的 然後去 就是有一些收益的 那麼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爭拗了一段時間 但是結果又沒有落實到這個理念 只是在六在區區裡面 就由這些團體去處理這些收益 那麼 你想不想 take a break 不 take OK 那就繼續說下去吧 所以說到來 就是這個理念 我們就覺得六在區區的流幣 就是沒有做好這個叫做循環經濟 香港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沒有地方 你聽不聽得明白我說這件事情 有些Lulu 怎麼搞循環經濟 為什麼十八區找極 這麼困難找到 只有七區做到 找地方 沙田那個 你可以批評那個地點 都是比較尷尬的 沙田有六十八萬人 他說我不尷尬 我是在馬安山和沙田中丹的 明白嗎 石門那個位置 就在馬安山和沙田中間 當然沙田的朋友就說 他很遠的 去到那裡 馬安山的朋友就說 他很遠的 去到沙田那邊 所以選擇地點是不容易的 是不是 第二就是沒有引入到 這個循環經濟概念 讓一些的 我們叫做收賣佬 去處理這些廢物 這個很特別的概念 香港是沒有地方去做 第一 第二 人們就誤解了 什麼叫做回收再造 回收和再造 其實是兩個行業 我再重複一次 回收 reuse recycling 再造 再造 再造英文 講得好一點的論述 就叫做upcycling 什麼叫upcycling 知不知道什麼叫upcycling upcycling 就是毛澤東年代 都講了很多次 化肺為保 化肺為保 本來這些東西 不要的 就變成廢 如果你把它再造 就變成保 明白嗎? 所以回收和再造 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我舉多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 我這個朋友 搞交流回收 結果他的廠好像搬到大陸 我十幾年前認識他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不是環保公司 我只不過是用別人不要的東西 我將它變成更有價值的東西 這間公司 以前的網站有很多資料 叫JETS JETS 我也不知道是否退休 現在很低調 當年他就不肯搬到政府的回收員 當年他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是拿了所有 全世界 不是香港 全世界的人不要的膠 包括 有沒有膠樽 沒有膠樽 膠樽上高有三樣東西 你竟然是膠樽 什麼膠樽 沒三樣東西 啊 叫做被你繞到 膠樽有三樣東西 知不知道嗎 底下就說這個膠是什麼膠 有七個號碼 這個是一號 一號 一號是PET 沒錯 PET 一號是一種膠 焦紙 不是焦紙 是焦膠 就是外面包裝的膠 有一種膠 然後膠樽 也是另外一種膠 三種膠 膠很麻煩 有七種膠 這裡已經有三種五種材料 這個哥哥很厲害 我可以把這些不同的材料 它變成有用的東西 它變成什麼有用的東西 給我看看 這個是日本的球場 球場 由人造草地 到跑道 到球場旁邊的所有的椅 椅座椅 可能有些是金屬之外 全部都是膠樽出來的 明明什麼叫upcycling 現在很多的文具 又或者日本有幾個很出名的文具公司 又或者是桌椅 有些公園的塑膠 他當年最出名的杰作 很多人知道的 就是在郊野公園的欄杆 都是我們那些行山人很討厭的 郊野公園的欄杆很想找木造 他山那麼多木 你就弄一些膠 他就真的做到upcycling了 因為他是說 將別人不要的東西 變成有用的東西 而他賺錢的地方 根據他自己說 就是設計費 我將這些東西重新設計過 我只不過是用別人不要的材料 別人送給我的材料去做 明白嗎 他還在辦公室 有這裏一半間房間這麼大的 他辦公室很大的 貼滿了一些領事的照片 那些領事來的一定要跟我握手 因為我解決了他那個地區的回收問題 那些回收 又要有今天這兩個重點的字 就是出路 為什麼這個搞不定呢 應該是有出路的 但是為什麼變成沒有出路呢 因為回收和再造原來是兩個行業 我收了出來 我要賣給一個再造業 而再造業 好不算是全部都是在中國大陸 香港可以怎麼做呢 所以香港有些廢紙、膠、金屬、玻璃 這些數字比較舊 十幾年前 都是做得沒有外國那麼好 當然外國都有相同的問題 就是不是全部都做得好 日本和德國是做得相對地最好 可以很多參考的地方 以前我會一個錄影帶給大家看 我們今天就不看錄影帶 我們都用多時間去討論 所以可以見到這些回收再造的物料 現在主要以這個用量來計 就是以金屬和紙為主 金屬包括什麼? 鋁罐 你知道嗎 在日本一個鋁罐 機收回來之後 燒熔了它 蓋回第二個鋁罐 可以做到八次的 因為每一次有選擇 會流失了一些金屬 可以用到八次 有一個朋友曾經想搞一個回收鋁的公司 結果拿不到環保署的批文就破產了 我去粉嶺參觀過它的廠 它是將鋁罐盆成鋁磚 想將這些鋁磚賣去外國 或者主要賣去大陸去賺錢 紙 以前香港有間接種造紙廠 造紙廠是做包裝紙的 將所有回收回來的紙 是做包裝 即是卡通紙 即是紙箱 鞋盒等等的紙 他都投訴香港的紙質素實在太差了 怎麼差呢 全部都是舟粉紙 道紙紙 很多顏料 他是要買外國的紙 外國送給他的紙 他打給我看看 一個箱 一個箱全部都是戒好的廢紙 譬如 蓋好箱之後 旁邊的紙邊 人家會收得很仔細 很明顯我們這樣不足夠 膠是怎樣呢 譬如我們知道膠是七成的膠 敦數好像很大 但每一次運送又很輕 即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能源 令到這個回收做得更好 這裡有不同年份 三、四、五 即是怎樣都好 過去幾年來 主要的廢料的貿易 其實竟然都有膠在裡面 大陸都買了很多這些膠 直至有一天 你還未到達到 除了以數量計算之外 我們可以用這個價值去計算 是50億 這是在說2013年 2015年就跌了一點 有些價格回落 但是主要都是來自金屬 金屬的兩類 鐵和不是鐵 不是鐵很明顯的 主要是鋁罐 鐵主要是罐頭 或者不同的金屬器材 然後有紙和一些膠 這個是以價值來計算 剛剛是以量來計算 去到尾 原來這些所謂的廢料 就是入口和出口 你看得清楚 深水清的朋友 原來我們的廢料 九成就運了去邊界以北 進了去中國大陸 大部分 有些去了台灣 因為台灣有些處理金屬 就是電腦廢料處理得不錯 但是你會不會驚訝 原來我們很多是入口的 還要是世界各地進來這裡 原來香港眨眼已經成為 全球廢料的處理中心 主要是電子廢料 我們再看詳細一點 但是有多少資料是在香港回收到的呢 答案是零 答案是零 你看到這幅圖就是說 recycled locally 紫色這部分就這麼少 其他的全部都是 exported 原來香港只有回收業就沒有再造業 明白嗎 再造業就一定在偉大祖國那裡 但是這個情況呢 這兩年開始有變化了 是不是下一張style呢 是的 前年 前年開始呢 中國就說自己是一個偉大的祖國 我們是不接收任何的廢料的 所以如果任何的廢料呢 我們是不會接收的包括紫 我不知道後來為什麼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他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那些紫是不能寫的 Pattern waste paper export to resizing business in mainland 是拿不到批文的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又拿到批文 不單只是紫 還有所有的電腦廢料都是 那就慘了 香港時至今天這三年來 以前養豬的牆 真的是養豬 吃的豬 會有豬瘟的豬 因為有燈甲熱的問題 環保處就要求他們有很嚴謹的防疫措施 令到這些豬牆很難生存 除非有個別的農場 就養一些很貴的黑毛豬 剩下的牆 這幾年我經常被記者抓去看 就變成電腦廢料的拆電牆 不是拆電牆 即是拆射牆 大陸就認真 我不收廢電腦的 不過我收電子零件 收電子零件這句話 令到那些廠全部拆掉電腦 拿一個電腦板 不同的部分有膠有金屬 全部變成不同的原材料 才再運到大陸 明白嗎 所以大家影著這個Term Paper 即是講Term Paper Grope Project 就是講一下電子廢料 這張圖是今早更新的 之前的圖比較舊 其實這張圖也比較舊 這裡已經多了一個地方 叫做歐六寶 大家聽過沒有 歐六寶是德國一間很出名的 回收電子廢料的公司 四電一路 知道什麼叫四電一路 電視機 不是電話 電話有人收的 電話你去街邊已經可以收了 電視機 雪櫃 冷氣機 洗衣機 我為什麼這麼熟 因為我去年觀光 我就知道這個四電一路 還有一個電腦 你去香港任何一個電器公司 買任何一件東西 你就會收到這個要求 麻煩你回收這件事 那些賣電器的公司很聰明 他說會幫你處理 其實他不是幫你處理 他幫你送去這裏 歐六寶寶寶公司 這裏是舊的 已經建好 我今年參觀過這裏 這裏就是 中文譯名有一些 流閉 英文叫環保園 環保處 叫Eco Park 就是環保園 其實這個名字真的很不好聽 你明白我說什麼 環保園 很多學生在這裏做 參觀也看到幾個學生 在這裏 歐六寶 密封星 一個流程去處理所有的四點一路 將它分解成為不同的部件 不是好像在大陸在桂魚那樣 是找人手去拉線出來的 有廚廠 玻璃廠 金屬廠 電磁廠 膠廠 現在這些正式很多 包括廢油 把麥當勞的油 變成了一些有用的機油 廢食油的公司 昌威 他都虧了幾多 以前那些 九張風格說 想批評政府沒那麼專業 他就找聖亞國覆盟會 辭制會 做一些回收 那些是回收 那些是誤會了 這個叫做回收 原來叫做環保園 做到這個 再造 即是叫做 upciting 很明顯歐六寶 賣什麼出去 貴價金屬 有用金屬 你參觀他的廠 可能160B就會參觀他的廠 因為他今年沒有寫這個budget 你要去這裡很遠 要坐兩個小時的車才進去 可能是看一個多小時 然後坐兩個小時的車出來 明白嗎 我還在研究怎樣參觀 可能叫大家去屯門集合就算了 我可以減少這個碳排放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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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中大車進去兩個小時 在屯門的車 你從屯門走就回家就算了 在那裏搭檔 再研究 它是賣什麼 賣金屬 這個就很不同了 台灣都說 有些電腦賣到金屬 為什麼會有這個scheme 就是因為 兩年前政府通過了 所以叫做WEEE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3個 Electrical,Electronic,Equipment 叫做Re-Recycling Program 政府不是沒有壓力的 淘寶團體已經批評 為什麼要給德國的歐六寶 但是歐六寶的野心很大 它去年開始運作 今年據說它已經和大陸簽很多合約 想在全中國都收金屬 明白嗎? 再用的金屬 這裏就是一個里程碑 希望有建築廢料的charging scheme 用了 垃圾膠袋的徵費也收了 剛才說過於泥焚化爐的T Park 之前說過的那個回收員的Eco Park 焚化爐當年寫這張圖的時候 希望2018搞定 但是還有很多環保的條例 還沒搞定 還沒搞定填海 還沒搞定崗權 所以可能已經去到2022年 還沒搞定 然後呢 WEEE 所有環保團體都 挺喜歡阿星仔 黃錦升 他剛才在下面YIA 有一個環保活動 今天3點到4點 在下面有一個活動 是達成了這個共識 處理到WEEE 希望怎樣做呢 我們有幾條題目討論 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系統其實不太完整 我們需要多些立法的規管 我們需要一些執法的部門 我們更加需要可能 我自己覺得要搞一個叫做回收局 因為 講得不好聽 這叫做垃圾局 但是它又不是垃圾來的 政府裡面 當然很不想搞這麼多局 但是如果在外國這麼多城市 都有這些回收局的構思 那怎樣去做呢 最初階的做法當然是教育 所以有這個大浪鬼出來去教育 是不是 有人說沒見過這個大浪鬼 大家都見過這個大浪鬼 叫大家去減費 不要浪費那麼多 然後希望怎樣做呢 是不是有一個完整的回收計劃 由這個回收局的統籌呢 因為你會見到現在 其實我們有回收的收買佬 但是因為沒有出路 回收回來的東西 都不知道運到哪裏 或者怎樣去處理 其實現在運到大陸的 但是兩年前 大陸已經禁止這些所謂的廢料運進去 然後還有 剛才說到 環保的稅額 或者甚至家居廢物 棄置收費 這個呢 這個呢 最後一段段會說的 剛才看到比較清楚 建築廢料 立竿建影是會做得成的 一百二十五元一噸 如果用同樣的道理 家居廢物都收費是怎樣呢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我相信政府在今年的施政部已經會提出的 因為都談到很久了 我們應該 或者是否應該要支援這些回收業和再造業呢 或者怎樣去形式去資助呢 或者我們是怎樣落實這個收費去達到減費的目標 減費的目標之前幾張slide已經給大家看了 希望可以做到呢 減到 減到 回到人均 只有0.8公斤之餘呢 那個回收率呢 累了50%以上 現在是49% 收費的方法呢 建議呢 就是一個背心的做法 這個究竟考試是沒有的 那 你又買這些袋子 不同大小也有不同的價錢 有了這個袋子 政策呢 都可以 成就一個政治人物的 這些指定的樓盒位 如果你有大型的樓盒要扔呢 譬如扔傢俱呢 就要有大型的廢物 標籤 這樣才可以扔 否則的話呢 你要想一下自己怎樣去扔了 那 除了要引入這個收費的方法 那還有這一系列的東西 我希望剩下那 四十分鐘或者四個字 大家可以分組去討論一下這個 第一個 這些題目很有趣的 三分之二呢 都是我做過的辯論比賽的題目來的 OK 那就是說呢 其實呢 有正反雙方的 但是正反討論完之餘呢 我還是第N次強調 在這些通識課裡面 我希望大家有個答案 你辯論完之後 你覺得你的看法是怎樣 以及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 我們是否應該資助這個 緩修工業 第二就是 如果這些廚餘在那裡堆肥 可以不可以呢 我認為當然可以 但是有些人未必認爲可以 第三就是 家居費 收費 聽完剛才的以代徵費 大家覺得行不行呢 如果不行的話 怎樣改進呢 我猜 林鄭11月就會扔這個出來 交袋稅已經實施了 好處就是 另外大家都會背後 去買東西的時候 收到自己的袋子裡 或者自己戴個環保袋 大家覺得有沒有效呢 墳化爐在石虎州 你聽完我剛才說的論述 你又認為可不可行呢 最後就是 新的廢物收費 除了是 家居廢物之外 因為有交袋稅 交袋稅已經有一期二期完成了 如果是家居廢物 以外的廢物 即是商業都收起來 這樣就行不行 你明不明白這個題目 這條只是講家居而已 只是講你家裡而已 其實政府的諮詢文件裡 有更完整的構思 不單止是家居的 我又不想大家 拿來一起講 這個就是講 其他的收費 即是包括 剛才說的案尊法 如何在商界推行 明明有這六條 OK 這樣就可以分組討論了